务院竞排 成悲带伤出战 杨艺远则在女团决赛和女子全能比赛中两度 杨艺远更是在参加的项目中 不一近一千三年 总的来看 奥运冠军是一权益赛场 他们输给的不是对手 而是自己和巨大的压力 您正在收看的是 共同关注 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公布 从今年起私营单位纳入平均工资的统计调查范围 大家不要小看统计调查这么一个变化 它就使得我国去年城镇单位在港人员的年平均工资 一下就降低了一万一千一百五十八块钱 据推算 2008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约有6676万人 相当于现行劳动工资统计制度所包含从业人员百分之五十四点七五 但是以前并没有纳入到全国平均工资的统计范畴 2008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一万七千零七十一元 只相当于现行劳动工资统计制度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八点四 这样算来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港员工的平均工资就要远低于两万九千二百二十九元这样的水平了 但平均工资的降低意味着百姓的医保养老等标准都要随之降低 由于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国家统计局昨天并没有公布2008年全国新的工资平均水平 这样一次工资统计改革是有这样一个背景的 那就是在今年的年初呢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8年全国城镇单位在港职工的平均工资是两万九千二百二十九元 许多人都认为这样一个数字高于了实际水平被戏称 就戏称自己的工资是被增长了 那针对各界的质疑 国家统计局也展开了对于现有的工资统计制度的改革 改革内容最重要的就是将私企工资纳入统计范围 另外除了公布平均工资这一个数字外 今后国家统计局还将增加反映工资结构和差异的指标 而且还将改变现行工资统计数据逐级上报汇总的模式 要求地方统计局直接上报基础数据 由国家统计局对这些基础数据进行超级汇总得出最终数字 第一个我们可以取得比较详细的一些数据 第二个方面就是数据基层数据直接由国家掌握 这样可以更好地把握数据的质量 在调查方法上 国家统计局还将改变过去以单位为调查对象的模式 将以个人为调查对象 这样得出的数字将更加丰富 有利于调查出每个岗位的工资水平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棠表示 今后凡是网友对统计数据提出质疑 只要言之有理 国家统计局都会做出说明 这个平均工资的虚高呢 它是可以拉高社会保障和法律赔偿的标准的 如果从这样一个层面来说 恐怕这还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比如说最近各地的水价就涨成一片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大家不容忽视 那就是有一些地方的物价部门 错估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面对今年上半年 全国城镇单位在港职工平均工资 比去年增长12.9% 这样一个喜人的数据 电价 贴燃气的价格 甚至还有医疗教育住房的涨价 是否都可以变得顺利成章呢 更加严重的就是平均工资的虚高 还有可能会导致政府对于经济形势的污染